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关于世界岁月如梭 时间来到了我们的杨历四月 我们的流月总论 在去年5月 预测了老师预测了去年9月13之后 疫情会大量的扩散 在11与12月会达到了高峰 在过去1月的时候 老师也预测了2月份的世界疫情 会面临较好方向的转折 3月部分会大部分的好转 可以开始大量的施打疫苗 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还在老师的预测范围之内 那么接下来的杨历四月 世界会有什么样的重大变化呢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 以及关注小铃铛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 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 记得要记得分享 好在杨历四月 我们会遇到两个节气 首先就是在4月10日 晚上11点58分的清明 以及4月20日凌晨12点01分的古语 这两个节气 而人说清明世界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那么清明节 它到底是节日还是一个节气呢 其实清明节既然说它是节 那么它当然是一个节日 而特别的地方在于 它同时也是节气 所以它是具有双重身份的日子 而在古书中记载 春分后15日 斗子丁为清明 时万物皆节旗而清明 盖石器器清景明 万物皆显因此得明 在中华民族的习俗中 有很多的地方 例如山西就把清明节的前一天作为寒石节 用以纪念我们的中华先祖 历经参风露宿 便手抵足的建立家园的辛劳 当然它还有另外一种传说是什么呢 就是在中国明街故事中 春秋时期 晋国的公子从而逃避了离姬之乱 而流亡他的国外 流亡时候三餐不济 非常的饥饿 怎么办呢 随他一起出逃的大臣叫做戒之推 看到了他的王肚子饿了怎么办呢 所以说他偷偷走到了安静的地方 从他自己的大腿上面切了一刀下来 切了一块肉下来 煮了一碗肉汤给了从而喝了 从而他喝了之后恢复了精神 才发现大家都饿肚子 你这个肉从哪里来的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戒之推 是割腿肉 所以他非常感激他 在之后的19年 他很久才当王 他重回了他的国家 成为了国君 就是晋文公 他当时没有忘记 跟他一起流亡海外一些重臣 所以说他就重赏了 当年跟他一起流亡的这些功臣 但是他却忘了一个人 叫谁 叫戒之推 戒之推 看他你不理我 那我也就算了吧 所以是说他就带着他老妈 悄悄的隐居去了 那么很多人就开始传出来 什么人都赏了 自己坎腿酷肉 戒之推 怎么没有受到封赏 突然有一天 晋文公突然想到一件事 当年其实是自己能够活下来 是靠戒之推 他其实是有大功劳的 有没有那碗热汤 其实是差很多的 所以说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怎么样就亲自的再去戒之推的家里 要把他请出山 继续来做官 然而戒之推已经离家了 他已经从他老家离开了 跑到哪里去 跑到一个叫棉山的深山里面 这个棉山山高路险 是一个不容易找人的地方 所以说你要找把他的 他跟他老娘一起找到 这个是谈何容易 所以说怎么样 找到大家都很累 晋文公累 这些随从也很累 这些工程都很累 怎么办 有些人就说 他这家伙正会躲 不然我们就放火烧山 对 烧到你 熏到你不得不出来 不就好了吗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样 晋文公也是觉得此季甚良 怎么样了 就纵容他的属下 去把棉山放火烧山 烧不死你也要熏死你 所以说晋文公还就是觉得说 这样子这个戒之推 应该就会出来了 结果到最后他还是没出来 为什么 是他跑到更远的山上去吗 没有 后来在去搜山的时候 发现 戒之推背着他老母亲 在一棵老柳树下 已经被烧死了 这个很可怜的一个状况 那么晋文公就觉得 实在是很遗憾 就把烧坏的老柳树的树木 砍下一段来 带回宫中 做什么 做成不是做成牌位 你知道吗 做成什么 做了一双木鸡 怎么样 他就讲一句话说什么 悲哉足下 所以说以后我们称为足下 就是上对下里面做一个很亲密的言语 就是说我纪念你 我觉得你是我最亲密的一个功臣 说足下后来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形容词 当然晋文公他就为了纪念戒之推 然后有这个回路之灾 所以说就是被烧死了 那下令将烧死戒之推的那一天定为什么 定为寒食节 就是我们不要再烧火 对不对 想到戒之推 觉得是说火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所以说也不允许他的晋国的国境的民众 来去烧火做饭 真奇怪 那跟人家什么关系 火是你放的 怎么叫百姓不要生火 所以就只能吃冷的食物 凉拌的一些食品 这就是歌谷奉君这个故事的由来 跟韩石节的由来的传说之一 这个只是传说而已 那么老师看到这篇历史典故 这个也怎么看都觉得一件事 怎么事呢 不是觉得很感人 我是觉得晋文公你是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 你这个大火烧山烟雾弥漫 你是要戒之推是怎么样可以逃出来看的道路 就算你火烧三面网开一面 一面没有烧火 他奶奶的戒之推本身的生存机率 最高三面都烧起来了 他最高也只有25%的存活机率 而且火灾的时候 是那个大火弥漫烟雕绕 他又被他老娘 他到底是火会烧的快 还是他被他老娘这两腿跑的快 而且你根本看不到路 所以是说 他应该是连想跑都跑不了 然后你把人家给烧了 对不对 把他给火化了之后 再把人家做成木鸡踩到脚底下 你这个晋文公是不是 好像没有这么仁慈 各位说对吗 而这个韩石节 到后来曾经被禁止过一段时间 在什么时候 在三国时代的曹操 他们的魏国的时代 为什么曹操说过一句话 吴子旭 他自己投水之境 吴国人也没有跟着跳水 对不对 那为什么晋文公 他因为戒之推的事情 就让全国的人民都去吃韩石 对不对 但别人就算了 我们在北方的国家 对不对 我们这个是靠北边的 你叫这些老人小孩去不要吃热的熟食 这对他们的健康实在很不好 所以当时在曹操的国境之内 是不能过韩石节的 其实我们讲到曹操 他在历史上其实是一个非常真正的爱民 而且把他们的国境内建设非常良好的社会制度的一个朝代 他是真正可以让百姓安静乐乐的领导人 其实老师我们去观察这个社会制度就可以发现 曹操在主政的时代 基本上他的体制像什么呢 他的体制就像现代的什么内阁制 就是说什么样 他是首相 很像现在首相 他就是那时候的成像 所以说国家内的大小事 他们都经过他曹操自己领导的内阁来做讨论 然后最后确定了我们才去实行 对这无论是他内政 比如他们国内几乎有些健康保险 这个在几千年前就有健康保险 还有是什么 对外战争都不是他一意孤行 而是谋士之间的内阁讨论之后 我们确定文武关于都OK 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 看待当时的天子 有点像现在的英女王或者是日本的天皇 给你怎么样供在那边高高过着 你每天过得很开心就可以了 国内内政就交给了丞相 也就是曹操去治理 所以说是非常的稳定的状况 所以说中华民族的政体 只要后来没有被曹批给他改了 司马一家串了 基本上还算是蛮成功的 是一个蛮成熟的政治体制 这个后面我们有机会 我们再来说这方面 谈谈一下什么 曹操传 曹操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好吧 后来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 在我们的韩石街里面包含的饮食文化部分 还有一些清明节饮食文化 现在这个地方还是有流传下来的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江南闽浙 以及两广 以及台湾地区 在清明节前后 我们都还是有什么 清明节的韩食 例如什么 润饼卷 台湾的朋友 你应该吃过润饼卷 这个大家都 这个基本上是在清明的韩食节受吃的 还有包含了什么 清明果 还有茶粿 就是草仔果 这个在台湾也是大家常吃到的 有些是叫青团 这些饮食习惯都是有流传到下来 在南边也有很多地方的民间的日历 或月历上面也会特别记载 韩食节这样的记录 而回到我们主题 当然在清明节的时候 扫墓活动就是中华文化的美德了 盛中追缘 但是在早期的农业时代 扫墓却不一定在清明 通常在农历的3月3日就会开始扫墓 俗语 这称说是他为什么 是他为上士节 士就是那个蛇的代名字就是士 也称作古清明或是小清明 而在这个时候 天地之间的能量 在清明节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古籍中有记载 清明是什么 阴阳交汇之气 存阴存阳则无 若云薄肉日日穿鱼影则红见 也就是说在清明节 他是一个阴阳能量开始融汇的时候 所以在清明节 不仅仅是纪念先祖的日子 更是制造下一代 而且又是一个男欢女爱的日子 这是老师在吹牛 不是 他是有典故的 怎么样 这个典故在哪里 这在根据我们的古籍 也就是礼记的记载 众春之夜令惠男女奔则不尽 认为众春之月 也就是春天的中间 是一个不同部落 不同的都市之间男男女女 谈情说爱的季节 所以清明节前后 也是万物繁衍的时间 我们只要把眼光放大来看 其实万物的生生不息 也就是这样子的循环 无论是食物或者是性行为 都是万物的生存之道 所以不用把吃肉看成是罪恶 把性行为看成是污秽 其实只要守着一定的社会制度 那么这些不过都是万物生存的法则而已 而在天后的部分 清明那一天 如果天是晴的 没有下雨 没有雨纷纷 那么日后就是风调雨顺了 但是如果清明时节雨纷纷 那么当年就容易有旱灾 这是不是颠覆大家的想法呢 这点要给各位多注意一下 当地的气候 而不是说今天有一个地方 比如中国有一个省是这样 或台湾有一个市是这样 就代表全台湾都是 没有 每一个地方会不一样 好吗 而在清明之后 就是我们4月20日的什么 节气谷雨 节气谷雨 大约在每年的农历三月中 也就差不多在阳历的4月19到21日 今年就在4月20日 这个时候太阳会直射到了黄金30度 这个时候的节气天气会很温和 而且容易开始下很比较多的雨 这样子 其实跟他节气名称是一样的 对古物的一些农产品的生长发育 作用很大 所以说我们根据古籍里面记载 说什么呢 3月中自雨水后土高脉动 今又与其谷雨水也 雨独座去生 如雨我公田之雨 盖谷以此时播种 自上而下野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已经播种了庄稼 就可以收到大量的雨水滋润 而谷雨是24节气里面第6个节气 也就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过了之后 就是警戒要大家下季了 也是唯一将午后 时令与架设农士紧密对应的一个节气 清明断雪 补雨断霜 所以说 这个节气之后 就会意味着天气会逐渐的迈向了炎热 非常利于农作物的生长环境了 而讲完了节气 我们来看看世界局势的变化 首先我们来看看新冠疫情对世界的影响 在这个月受节气能量的转变 新冠疫情虽然在3月的时候受到了广大的抑制 但只要不要像巴西跟欧洲这样 戴个口罩好像要你的命一样 那基本上透过适当的防疫措施 也就是戴潮你的口罩勤洗手 基本上就可以维持相对年初时候 更低档的时间了 但是也因为节气的能量转换了 这个时候处于低档的疫情 它还是难以歼灭的状态 也就是说 仍然不会停止传播新的新冠疫情的 传播的流程开始 例如像美国 它还是可能会维持在每一天大概5万上下的 新增病例的产生 虽然美国每天现在几乎都有可以说是 200万剂的疫苗施打的进度 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的州的州政府 以及民众的反制 所以基本上是维持在一个低档回旋的状态 而没有办法持续的压制 而其他的国家的疫情 例如欧洲 大约还是维持在7000到18000的单日新增病例 这个是我们的预测 而这个时候都会与其他病发症一起感染 所以基本上4月对世界的疫情来说 尤其是欧美就是一个不大理想的时候 而在亚洲 灵新的病例还是会出来难以根除 而在印度理论上 还是会有比较高的病例数的维持 甚至有可能增长的状况之下 为什么 因为雨水同样降临到了运度 所以还是会给印度带来瘟疫的加成传播 有水的地方当然就有众生 欣欣向荣 但是瘟疫也容易因为水 而让他蔓延的速度会比较快 所以老师是建议在秋季以前 今年秋季 除非你已经打了疫苗 而且就是55岁以下的人 否则尽量避免出访欧洲或者是南亚 这个风险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当然美国会相对来的好一点 而在经济方面 在4月的这个时候 世界经济将会陷入一个盘整的期间 也就是说基本上最坏的时间都已经度过了 但是还没有办法确定未来怎么样走 大家比较能够协调好 而且疫情还在低空上的盘旋 有上有下 大家担心上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说你说他受到控制 但会又突然有一周突然飙升起来的病例数 让大家觉得很害怕 政府要开始激烈的考虑 是不是要压制他 还是又要封城 这个取决实在是很困扰 而各地的经济虽然有望恢复的运作 但是也被资本市场的杠杆 让各地的资金流向显得很诡异 怎么说诡异 因为他可能一下抽了一大部分资金 然后又突然宣布 我要突然加码 因为我们看好这个景气 可是你把钱抽走了 那你又让别人去加码 是什么样的状况 说觉得很诡异 这个时候资本市场的混乱 以及各种捕风捉影的揣测 都会慢慢的涌现出来 而在这个时候世界各地的政局 就会陷入了一个天人交战的地方 各地的民心也产生了混乱 对于政府跟政客的不信任度 也相继的会提高 所以说会有很多地方开始掀起的抗议跟动乱 让各地的政府以及官员也相继的疲于奔命 而在中美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月会进入到一个酝酿期 什么样酝酿期 随着美国国内的疫情受到了压制 以及疫苗的广泛围的施打 美国正在准备将会尽力的 能够找欧洲或找其他国家一步 怎么样的 抢下与中国的新合约 让美国能够加大在中国可以获得的利益 然后让怎么样 让他自己的经济可以让他变得更好 虽然这个时候对外宣布还是对中国很强硬 还是希望说你妈跟我合作 我们一起抵制中国 但是在商业跟贸易上面会有更多的协商的空间 以交换更多的利益到美国里面 来促使到美国的经济跟国力 可以快速的在后新冠时代赶快的恢复起来 而也在这个时候 美国会在这个时间开始种下 其他国家对美国说法的不信任度 会大家有种感觉是什么呢 这个美国人这个美国政府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好像什么解潮都不要了 前面跟你说不要不好 然后自己去跟人家合作 让他觉得是说你的诚信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呢 所以在4月份的结论是什么 在这个时候有眼光的人会把握世界经济的起碑时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 当然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他的一个优劣 所以老师没有办法在节目中一一的说明 但是如果真的你去年甚至前年都有按照老师的建议 做些准备 做一些低调存钱 然后进修准备现在要竞争的时候 那么现在你已经心里非常有底 我们即将要做什么了 如果你还不知道继续追老师的节目 以后你的未来就比较知道了 以上就是我们在杨历4月的流月总论 下一集就是我们12生肖的运势解析 记得按订阅加赞以及小铃铛 还有帮老师分享出去 我们清明节有一个主得回向法会 以及春季的什么南北斗补运法会 将会在杨历的3月25日进行开放报名 所以说你一定要订阅 你才知道老师公布的简章 还有若您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下方有老师的资讯须知 以及报名方式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记得要订阅按赞 以及分享一键三连